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29周 即从7月18日到7月22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28周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周开盘价是756.31 周收盘价是720.20 那当周它的最高价是在759.19 最低价是到达了675.10 那当周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8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收在了5均值和10均值的上方 量 当周的成交量是1.256亿股 是前一周的0.9倍 是量缩 那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 量缩是因为在前一周只有4个交易日 那么我们按平均值算下来 实际上在第28周当周它是一个量缩 对 好 KD值 我们会看到是开口增大 双线是继续上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 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 然后双线是继续下行 但是我们会看到快线是转折向水平方向转折 那我们也会看到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周更短的红柱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空头的趋势 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第28周生成的这个K线啊 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K线 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2.5%以上 那含有下影线 但是呢下影线的长度啊不超过实体部分 但我们会看到这个K线啊 它的下影线啊实际是超过了实体部分 像又像一个锤子线 但是呢锤子线的下影线要至少是实体的两倍以上 那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K线是一个 我们展现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含下影线的中红K线 好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K线的位置啊 它是在一个横盘中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K线啊 它的我们会看到它的最高不过前一周K线最高 最低呢也不低于前一周K线的最低 它是一个收窄的一个横盘K线 那也就是说会有继续横盘 或者向上向下突破的可能 那这样说啊 其实我们呃就是说 从这个呃28周当周生成这K线的本身的特征 和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走势的信息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我们回顾一下 上周我们预测的 也就是在前一期周视频的预测当中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呢 会就是两个可能都是上涨 第一个可能是 我们判断是收在810 出现一个上涨 第二个可能呢我们是判断呃会收在855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那显然我们会看到在第28周啊 它并没有出现上涨 而是呃出现了一个横盘 并且呢收盘是收在了720这个位置 嗯 那对 那么这样一个横盘k线呢 它依然是介于我们定义的这个横盘区域 我们定义的这个横盘区域上方是792下方是669 依然是在横盘区域之内 嗯 那我们也看到当周的这个k线啊 它也并没有说呃 移出也就收盘价 并没有移出这个头头低的下行的三号趋势线 而是收盘依然是收在这个趋势线的下方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依然先从呃上行开始来分析 我们说后续呃 对于周k线图来说 后续股价如果是上行的可能 那它必须要占上28周的最高 也就是759 嗯 那也就占上这个759股价才有上行的可能 那如果出现了上行呢 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这个792这个水平线 792水平线呢 我们会看到它是呃 在呃 就是5月23日这周和5月30这个周出现的一个上下线的一个横盘区域 对 那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792突破这个横盘 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突破上方的845这个水平线 对 这个水平线是在第19周的最高 那如果 站上了845呢 对于周K线图来说 它才能够建立一个呃 多头上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在 这之前 那我们会看到新生成的20均值呢 将是一个强压力 对 那20均值我们测算是在820附近 好 这是上行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行 那下行的目标是什么呢 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跌破675 也就是第28周的最低 嗯 那然后是下方的648 也就是第27周的最低 那在跌破这个640 在到达648之前啊 我们说它的阻力位 也就是一个强支撑是在669 也就是第27周这个上涨绿K尸体的下涨 嗯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支撑 突破这个强支撑 那么它才有可能达到它下行的目标 也就是突破648 我们说如果后续股价突破了648 那我们认为它一定会有一个新低的出现 那这个新低呢 我们认为就是要呃 低于也就是突破620 低于620的这么一个呃价位 好 这是股价的呃 周在周K线的下行的目标 那如果既没有上行也不会出现下行呢 我们认为它依然会在我们说的这个横盘区域 也就是下方669以上和上方792之下继续呃横盘 好 但是呢我们会说如果继续横盘 我们会看到那在接下来一周呢 会呃 移出这个三号趋势线 那如果这个三号趋势线呃 一旦是成为一个压力呢 我们说顺着三号趋势线向下呢 我们会看到股价一定会出现一个呃 更深度的一个回答 或者说是呃 更呃 更低位的一个横盘 甚至是下行 好 以上是我们对周K线图当中的股价的上行 下行和横盘的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出 我们呃 我们先给出对呃 第29周 当周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我们首先看啊压力位 那首先到来的压力呢 我们说就是呃 前一周的最高759 我们说了站上759 才有可能继续上行 这是第一个压力位 那第二个压力位就是792 792是第22周的这个最高 嗯 这是第二个压力位 再向上的压力呢 就是说当周 新生成的20均值 我们测算是在820附近 然后第四个压力位就是845 也就是第18周的最高 在这个位置 好 下方的支撑 我们来看 首先到来的支撑 啊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是当日新生成的10均值 那当日新生成的10均值啊 和这个二号趋势线和当周的k线啊 基本接近 我们测算是在708到712之间 对这是第一个支撑 10均值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呢 是675 也就是说前一周的最低 然后是下方是120均值啊 我们测算120均值呢 大概是在657附近 对 然后接下来的支撑就是648 648是第27周的最低 也就是我们认为如果跌破648呢 可能会出现新低 当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就是前低620 好 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刚刚我们说这个压力位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一个当周新生成的 叫做五均值是在721到730之间 也就是在开盘 对于周K线来讲开盘之后啊 开盘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 好 那基于以上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第29周的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低位的横盘 那如果是一个低位的横盘呢 我们认为股价它会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呢 对最低股价会到达669这个位置 也就是会到达我们横盘区域的这个下限 然后最高会到达740在这个位置 收盘会收在715附近 也就是一个横盘的K线呢 我们认为会自动移出这个三号的下行趋势线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在当周会出现一个上涨 如果出现上涨呢 它一定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712这个位置 会回踩到这个三号趋势线和当周K线的焦点 然后股价会一路向上 最高会到达770 在这个位置 收盘会收在760附近 对 也就是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会占上前高 为后续的上行呢 打下一个基础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29周走势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听